宣读试词 平农县议会举行第20届现议员就职典礼 55席议员中国民党籍议员有19席 民进党籍13席 无党籍23席 议员们在宣读试词后顺利完成就职 接着重头戏正副议长选举随即登场 卢文锐议员 平农县议会国民党籍现任议长周典论 再度搭配无党籍现任副议长卢文锐 参选正副议长 民进党则推出李士兵许证为角逐 议员们依序投下正副议长选票 最后周典论如文锐在第一轮投票 都以超过半数的高票当选连任 随后宣誓就职 并在内政部会计处长许首国间交下 完成交接应性仪式 我们尽可能来帮议员来协助他们 对于地方的建设 对于地方反应 对应行应格的事情 大家共同来努力 来为我们的乡亲来打拼 周典论感谢议员的支持 让他连任议长 表示这是责任的家仲宇开始 将与副议长卢文锐 携手合作 维持议会的正常运作 与府会和谐 而皮诺县长周春敏也前往祝贺 周春敏表示 相信未来在府会合作打拼下 能打造更好的屏东 恭喜周典论议长跟 罗文锐副议长都能够顺利连任 那副会的关系 我想这是最高屏东县 屏东县最高的民意机关 我们会尊重屏东县议会的监督 我们也会尽全力的做最好的沟通 做最好的协调 议员们随后在议会广场合影留念 在未来的四年 不论是元老级议员还是新科议员 都展现为民众发声及服务的决心 事实来说还是一样的精神 我可以给大家 我没有采访当靠商 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政治背景 学民的意表就是 我一个怀念感激感恩 什么都没有 就只有我可以给他们 那未来四年 我希望以专业问证 那全力为民选民服务的方式 然后深耕地方 希望能让屏东更好 让年轻的声音可以进到议会 为屏东继续努力 议员们都表示要全力以赴 接下来四年的任期 将不负选民所托 共同监督县政 为地方繁荣而努力 记者张如云 刘建荣采访报道 杨文一観 ice the 和声音